20个人了 我连这60个人都见不到了 会不会这样呢 心里觉得好担心啊 是不是学习就是学着学着就学不动了 就是学不动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够坚持了啊 所以坚持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发现我一上课啊 这个耳机就坏了 课前测试都是好的 一上课就咋有问题了 说明我们的这个相聚啊 非常的难得 老天爷都在检验我们 我看到大家都在很想上课啊 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中间有一点跟不上是吧 就是越到后面有一点难了啊 就是很细微了 这节课呢 其实也涉及到很多的肌肉 它也很细微 但我尽可能的就是给大家讲的 大一点啊 不要讲的太就是太细的话 有可能你们会真的很搞懵啊 大一点的话 你们会更容易去理解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肩部拉伸课前及课后的评估啊 第二个呢 就会讲到当场尖销的肩部拉伸 提示的详解 那这节课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要评估的内容了 像肩内扣呀 驼背呀 肩部将检呀 肩周炎呀 胸曲过大啊 胸曲过大其实就是驼背的一种现象啊 我们来有请一下助教老师 看一下 他的一个状态 那来看他的这个状态呢 你会发现 他是有肩内扣的啊 他的肩内扣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手臂有过多的内旋 是不是 脖子有一点什么 颈前伸啊 一点点啊 但同时呢 这个斜方肌的位置 还是会有一肩高 一肩低 有没有发现啊 这是左边 就是右边 那相对来说呢 其实他左右啊 就是左边的这个位置 斜方肌主要是靠近脖子这儿比较多 然后右边呢 整个啊 相对来说都会多一些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来练一下他的右侧 那这种体态呢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开始对照 肩内扣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肩内扣 第二个呢 斜方肌高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前两个节课的主教老师 都没有什么斜方肌 是不是 然后大家就想 哎呀 这个对斜方肌的帮助怎么样呢 其实对斜方肌的帮助会非常的大啊 第三个就是驼背啊 有一点驼背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 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 第四个叫肩顾将近啊 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做一些动作啊 比如说上举压 呃像后身啊 还有做一些牛面试呀 这些我看大家每一节课都在做的这些 其实肩顾主要就是去测试活动度 对吧 这些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那还有肩周捏联是什么呢 其实肩周捏联它是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感觉 就是你发现你肩的这个位置啊 特别的紧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下 哎 你的肩的紧的这种状态 你觉得是几分啊 你问一下学 你觉得你肩紧是几分 你是几分 他说他觉得他的肩是三分啊 还有有的人他的这个肩紧 他体现在哪 一个就是他背部的这个肩胛骨的这个位置 这周围很僵紧很难受 还会有一些疼痛 还有的人呢 他是在这儿 他压力一大的时候 然后一忙的时候 这个位置啊 就觉得哇 好疼啊 你会觉得肌肉里面好疼啊 你有过这种状态吗 那今天的这种情况呢 其实都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发现你的这个肩就是扣着 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啊 都会得到一个调整 那第六个胸曲过大啊 就是很多人只要有驼背啊 往往都会有胸曲过大 但你会发现啊 大家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有的人他就是驼背 但他还是胸曲很平啊 原因是在哪里呢 就是我前面有说过 这种人呢 又没有安全感 然后又这个比较的 被自己要求很高 想要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就会导致这些 那在上身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会更多的拉伸到 扣肩的这个位置 同时对于这个上段啊 就是对于这个胸曲上段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有一个拉伸啊 帮助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也要更多的去了解对方的身体 如果对方有肩部的粘粘的话 更多的是什么 我刚才有说过压力比较大 要么就是干活比较多 天天在家干家务嘛 应该给自己的老公多要点钱来上你的私教课 是不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食操的部分啊 刚才我们说过肩部拉伸相关的肌肉三角肌 对吧 三角肌这里呢 我们主要去看一下说 整体可以使肩关节外展 使肩关节外展 那既然它是可以外展的 我们说要向相反的方向去拉伸 对不对 向外的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向内去拉伸它 所以在三角肌这一块呢 涉及到的动作呢 主要是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动作 叫做英式手臂的拉伸 以及后面还会给大家用到这个牛面式的拉伸 但是呢 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而练的时候 你的目标就会更清晰 那你练出来呢 效果就会更好 大家拿椅子啊 坐在椅子上 这一次呢 我们就不面向椅子坐了 我们要靠着椅子坐 背对着椅子去坐 坐在椅子上 脚下放鱼下砖 跟以前是一样的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我们课程的时间也很紧 总是把脚过的东西反复去脚 很多学员在看回放的时候 会比较的麻烦 就会比较的开心 来把头肌肉向后向上拨 下肢全部固定好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如何去坐呢 手臂先向前伸展 注意呢 要拉伸哪边 哪边就在上 注意一下 要拉伸哪边 哪边就在上 那我们刚才说 我们主要拉伸一下 学员的哪边呢 拉一下他的右边 那他的右边要在上 但是在坐之前呢 还要去固定一些细节方面 双臂呢 向前伸展的朋友 注意肩胛骨下压 下压是怎么做的 上一句话是不是给大家有说过 就让肩胛骨的这个上缘 向下有意识的压住 在训练背肌的时候 其实大家已经把这块肩胛骨的觉知 训练出来了啊 所以我们课程的顺序是非常的科学的 有了这样的觉知之后 大臂拉向关节窝 进加股胛骨下压 主要是为了防止斜方肌带长 因为我们会需要手臂向前伸展 那种状态下 斜方肌是非常容易带长的 这种让双手手肘交叠 这个手掌相握 也就是每一个体式 英式手臂 大家应该都会做 双手手臂去做抗阻 抗阻什么意思呢 就互相对抗 我拉你 你拉我 我推你 你推我 抗阻呢 下一节课 这个课程中 会详细的给大家去讲 我们这节课呢 也是属于我前面说的 如果你想学理疗的话 你要先干 干了 再听理论 我甚至建议大家 你看维抗的时候 先看石头 跟着石头做一遍 然后再回头去看理论 就能听明白 如果你没有做石头 你只单纯听理论 你会觉得 哎呀 听不懂啊 真的是很烦 不想听 就会有这种感觉 去做抗阻的时候 还要注意呢 让 刚才说肩胛骨的上方 要向下去压 OK 我们助教老师 从侧面来给大家 来试一下 把砖 拿过去 要快速一些 砖过向后向上锅 大家要一起来做 那这个练习呢 那这个练习呢 孕妇也是可以做的 孕妻也是可以做的 肩胛骨下压 大腿大腿关节窝 这个时候再让双手手手 去交双手掌相握 做到英式手臂 手臂 手臂做抗股的时候 接下来重点来了啊 那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是右手 对吧 先让左手 将右手手的位置拉向脸的左侧 我们可以看侧面 我们可以看侧面 它在干嘛呢 是不是就像那个 骚舞一样 咦 很有意思啊 在拉的过程中 它的脸也露出来 但注意在拉的时候 要让手肘的这个位置啊 手肘从手肘的位置 右手手肘的位置 一直拉向关节窝 手呢 放在对方肩胛骨的位置 让对方尝试着放松下来 肩膀的位置放松 去引导它 上一节课的引导此类是非常不棒的 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去引导对方 让对方去放松 再放松一点 非常棒 当我的手放在这里 其实在这个提示中 如果你用力的去压对方的肩胛骨的上缘 就是我们上上一节课给大家说的 去压到肩胛骨的上缘的时候 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容易往上顶你 也就是容易紧张 那我们换一种被动的方式 手放在这个位置说 告诉他 来尝试放松一下 起放松的这个位置向下沉 沉向地面 漂亮 非常棒啊 我能感受到它的这种放松 那它在放松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它不会放松 怎么办呢 先紧张 先紧张再放松 来先紧张一下 怂起来 把肩膀怂起来 怂得非常大 好 很棒 沉 这个时候让它沉 去防止解放肌的一个代常 那当你的左手将右手指的位置拉向脸的左侧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做啊 一起跟我来感受一下 你是哪里有感觉呢 哪里有感觉呢 主要是右边的手臂有感觉 你会发现啊 右臂的这个 这个前 这个三脚肌啊 中处的这个位置 会有很强烈的一个拉伸感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另外一边啊 在拉伸的时候呢 需要做11次啊 就是弄12秒啊 这个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就是每一次做拉伸的时候 我们的时间是多少 是12秒 在腰椎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啊 12秒是科学 研究出来肌肉最适合拉伸的一个时间 就是12秒啊 这样做 做三次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做完一次之后呢 再拉向脸的右边 拉向脸的右边 哎对 那拉向脸的右边 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两个肩膀都向后拉 让肱骨呢 都要拉向关节窝啊 鱼骨关节的位置要去固定住 再往右边拉 往右边拉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刚才有什么不同啊 我们右边的这个肌肉 有什么感觉 大家一起 分享一下啊 有人说肩胛骨的斜外侧很酸 对 它会一直拉到肩胛骨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更多的会拉伸到三角肌的后竖啊 前面我们说过后竖主要在哪里呢 它其实就在肩胛骨的这个位置 靠近下方的这一块 中竖呢 在这个手臂中间的位置 前竖呢 会在锁骨中端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练习呢 我们主要拉的是中竖和后竖啊 而且在整个的手臂拉伸当中 我们也主要拉的是中竖和后竖 OK 手慢慢放下来 其实我们刚才也就只做了一两次的练习 做完之后啊 主要老师站起来感受一下身体有什么变化 大家也是感受一下啊 有人说酸痛 是很酸痛 酸痛啊 那你就知道你的胳膊为什么粗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一直在带肠嘛 所以你就会当然会容易粗 你每一个人啊 这个这个手臂的这个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这节后前面 你会你会发现做完之后 虽然我们做的是手臂向前并且是有内收 但是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有一点展开 看到没有 这个尤其是手臂的这个位置向外走 大臂的这个位置啊 前竖中竖的这个位置向外走 那同时呢 你会觉得感受到很轻松啊 会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有吗 OK 可以走一走 酸痛啊 跟平时练习的感觉差别 好大啊 高的那侧下来了 哎 对了 所以虽然动作很简单 就是我们瑜伽里面的动作 我也提倡大家给学员做理疗的时候 就去用瑜伽的动作啊 但是呢 瑜伽动作里面 如果你能够把握到微小的地方 那么对你的帮助是会非常大的 大家的回答都非常好 那如果说你遇到的学员 他是属于说哎 我根本就做不了英式手臂啊 老师啊 我这个 今天我本来就有肩周炎 像这样的动作 我就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去做简易的英式拉伸啊 那在做简易的英式拉伸之前 我要告诉大家 有个人在练习的时候 手会发麻啊 都是正常的 那如果去做呢 仍然是坐姿跟刚才是一样的 手臂向前去伸展 同样是拉伸哪边 哪边再上啊 也同样是坐右侧 拉伸哪边哪边再上 双臂伸展的同时 注意肩胛骨要怎么样 向下压住 它属于肩胛骨的一个活动度啊 避免斜方肌的发力 注意肩胛下压 大臂拉回关节 我 左手屈肘 拉住右手肘 右手臂是伸直的状态 我们要注意一下 右边的大臂 跟刚才的要点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主动向后拉 你的拉伸感就会很明显 如果你只是说 我就使劲拉着它吧 拉着它吧 这个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 你看 因为这个位置 你都没有给它固定住 肩膀的这个位置 你没有固定住 你需要让肱骨 也就是大臂的骨头啊 大臂骨向后拉住 同时呢 两个手要进行对抗 对抗的同时 把它向后拉 向后拉 另外一边的手臂 也要固定 也就是两边的手臂 都会怎么样 拉向 这个后背 同时呢 互相对抗 还要把 右边的这个手臂 往左边拉 可以看一下 从侧面来看 朱教老师的这个手臂啊 已经变薄了 你能感觉到吗 整个这个位置已经变薄了 那在这样的拉伸的状态下 也会非常容易的拉到的是 中后束啊 就是三脚移的中后束 那在练习的过程中 我们刚才强调的点就是 肩的位置一定要去下沉 有意识的去放松 那不会放松的人呢 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来慢慢的下来 离开椅子 从侧面 对 演示一下 把需要把手肘放在椅子上 就是坐在电子上啊 可以坐在椅子上 向后一眼啊 让他们可以看到你坐在这 否则很多学生就会觉得说 哦 老师我看到他怎么坐在哪里 让我看一下 那我们坐在这里呢 将手肘放在这个椅子上 可以打开 哎对 最好可以将腿打开 做一个三脚式的状态 坐脚式的状态 哎对 身体微微会有一点点的前傾啊 那就是如果他的手肘是放在椅子上的 你会有什么感觉 斜方肌放松的比较多 他说感觉斜方肌会放松的比较多 因为下面有一个东西在承托着他 那我们其实最好还是做抱枕啊 钻拿开 就坐在地上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学员做的时候 他非常容易出现 他如果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背 托在一起的话 腰头也托在一起 那你就要给他做个抱枕啊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坐在地上就可以了 还穿不相互拉 OK 现在在椅子上面去坐 坐右手臂 哪一个拉伸哪一个手臂 哪一个手臂就在上 斜方肌的这个位置 现在我一摸它 哎 完全就是软的 你都不需要给他说 哦 你的这个斜方肌要放松啊 所以你要看你学员的一个状态 因为很多时候私教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把该固定的地方给学员固定住 一遍让他能够做得更好 OK 这个是如果是容易代偿的学员应该如何去做 所以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动作 叫做牛面手臂拉伸啊 也是去拉伸三脚肌 那如何去做呢 跟之前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让助教老师呢 先面对大家去做吧 因为前面大家还需要看一点啊 先坐在这里 一会儿我们再换位置 双臂向前伸展 先把双方在旁边啊 一会儿再背对大家去做 双臂向前伸展 肩脚下一压 哎哎对老细节记住了啊 大臂拉回关节窝 是不是跟上一节课的都一样的 其实细节是一样的 那上方的手臂 我们主要是做哪个手臂呢 主要做右手臂 我们就让右手臂在下 上方手臂也能拉伸到啊 我们可以换个方向 对让上方的手臂外旋 下方的手臂呢 拉回关节窝窝的基础上 做内旋 护拉 手臂去护拉 OK 来背向大家 对脚踩在砖上 我帮他把砖放好了 那你会发现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固定肩胛骨啊 来放下来 如何是固定肩胛骨呢 如果你只是随便一做 来随便一做 去拉一下 有看到他的肩胛骨 其实都是在乱跑 那我们需要把肩胛骨位置固定住啊 手臂向前伸展 肩胎位置下拉 所以压住 大腿拉回关节窝 保持住 再去做下面的工作 你会发现你做得很慢 你不一定就能够跟之前一样做到 但有的人的幅度就会增加了 很棒啊 他做到了 那做到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互拉 让上方的手臂 将下方的手臂向上拉 你下方的手臂是不是会 感觉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啊 以前我们就是扣在这里 就觉得已经很艰难了 现在老师既然让我们把它拉着 往上更多的去拉 去拉 拉到这种状态之下呢 下方手臂的中处 就会有非常酸的感觉 那下一次我们如何去做呢 让下方的手臂 将上方的手臂向下拉 哎对 向下拉 这样向下一拉 上方的这个手臂 就会靠向身体的中线 就会靠向后脑勺 同时注意让头向后靠啊 不要这样绷着去拉 那会非常容易带长 但是我们会发现 向下拉的时候 不只是下方的手臂有感觉 上方的手臂是不是也有感觉 啊 更多的是 上方的手臂是中后术的那种感觉 下方的手臂是前中术的位置 感觉会比之前更加深一些 所以呢 现在一做就会发现 哇 真的是不一样啊 慢慢的放下来 我们也就做了一次而已 做完之后呢 如果你的学员啊 尖州沿的人 其实他是很难做到这个的 那我们就需要用身甲再去做 来助教员可以做一下反射啊 右手臂 刚才去右手臂再上是吧 现在让右啊 现在换一下反射 假设他是一个做不到的学员 来演一下啊 OK 下方的手臂 他就只能到这儿 上方的手臂 我们再演一下 只能到这个位置 怎么办呢 来给他一个伸展带 拿着 拿着伸展带 让上方的手肘 向上 推一点点啊 推向天花板的位置 这个时候拉伸展带 把伸展带呢 先向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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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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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告诉大家啊 拉伸展带而不拉弹力带 因为当伸展带的时候 这个伸展带是没有弹性的 就会更有拉伸展 而弹力带拉的时候 就不容易有那么强的拉伸展 有的人甚至根本就拉不动 这个弹力带 因为他把弹力带是往往长的拉了 却没有让带子去移动 这里呢 我们需要让带子去移动 他拉完之后呢 基本上就能碰到了 因为发现拉的时候 哇 感觉好强烈 嗯 非常的强烈啊 拉完之后呢 再让下方的手臂 将上方的手臂向下拉 注意练习的时候 始终是肩胛的位置是贴着胸阔的 头是向后的 那你的颈前身其实就会 通过这节课只是简单拉伸的工作 就能够回来 所以拉伸永远不可能是单方面的 因为有的人说 嗯 不能过多的拉伸 但其实在拉伸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需要固定该固定的 就是让该运动的地方去运动 而让平时带长的地方把它拉开 就可以更好的帮助到 大家呢 有做完吗 做完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助教老师呢 可以将顺带放开 我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它的整个的肩背 有没有发现变瘦了 背是不是变细了 而且呢 背变薄了 就仅仅只是两个拉伸的动作 可以看到吗 助教老师可以站起来让他们看一下 我们放到之前的这个大小 看一下 跟客前相比呢 你自己能感觉到吗 能感觉到自己的这个 轻松了 同时呢 这个肩膀的位置 肩峰的位置 离脖子近了一些 可以感觉到吗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一状肩胛没有了 对 所以因为我们固定了后方 帮助是非常大的 到这一节呢 其实大家很多东西都是比较熟悉的了 你主要掌握的就是拉伸 像肩胛骨啊 这些我们上一节课都已经 讲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做完手变长了啊 下方三角肌有酸痛感 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重头细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的一个拉伸 做完之后你会发现 更神奇了 比前两个要更神奇 那如何去做呢 我们先有请啊 朱教老师仰卧在垫上 因为这个手法呢 呃 其实它对于你们手法的要求 是很高的 所以我在课前就先给大家讲了一下 手法如何去做 躺下的时候呢 是更容易放松下来的 但是呢 我还需要让他坐着 再给你们去讲啊 所以现在呢 我先躺着 给大家演示一下 让大家知道一下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后面我还要让他坐起来 给大家去讲啊 躺下不容易看到 这个手法呢 我们是去松胸脚肌 我们需要找到第五肋骨和胸锁关节 第五肋骨刚才又给大家说 其实躺下更容易找 也就是你先找到他的手骨 摸到手骨之后 再向下摸 因为躺下的时候胸的这个位置是放松的 如果有的人的胸比较软的话 他会全部散开啊 向下找找到第五肋骨 这是锁骨啊 这是第二三 大便摸到一个位置 四股 你大便摸到一个位置 你就知道在哪了 也就基本上是在胸部的上方啊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做一个不哑的动作 这是胸啊 胸的这个上方的位置 那在夜窝的哪里 夜窝下面大概也就是五厘米左右 最多五厘米左右的这个位置了 如果你不会找 你就记住在夜窝下方五厘米的这个位置 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仰卧屈膝的状态 脚跟靠向臀部 身体完全放松 手臂在身体的两侧 明白啊 就是手臂的位置很重要 手臂没有向上 也没有这个向侧 他就是在身体的两侧这样放着 打开大概啊 15度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 不要这个幅度太大了 那老师呢 是要坐在学员夜窝的旁边 你就坐着 你就坐着 但这样我就把你们打住了 所以我要给你们讲一下啊 那我们需要呢 先把胸大肌的左右拨胎 如何去做呢 我把它的手抬起来 因为要让你们看得见了 对吧 胸大肌 刚才说了 胸大肌在哪 胸大肌在胸小肌的上面 所以你的手要去干嘛呢 要去把胸大肌拨开啊 怎么去拨呢 促教老师坐在椅子上 我来给大家去演示 大家是需要知道这个提示啊 就是这个松节的做法 是需要躺着去做的 照得也是非常清晰了啊 我们这个促教老师的胸部 还是很很诱惑的很美的 放在这个位置 等侧一点 手臂它需要抬起来一点 因为如果它不抬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在哪 看到没有 这是它胸大肌的位置 我们要用手大拇指 从这里 这需要脱衣服啊 哈哈 我会轻量演示给大家看啊 从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推进去 再测一点 哎 这是比较清晰的 从这个位置 推进去 滑动进去 滑动进去之后呢 你从这一滑 你就能摸到肌肉的纤维了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上面这一层路是不是很软 女性都有胸啊 你们可以弄一下自己 或者是给你老公弄一下 她可能会硬一点 但女性这里是很软的 你不能去按这个肉肉啊 这个呢 用处不大 你需要做的是 透过这个肉肉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要怎么样 感知它里面 感知它里面 把这个肉肉 你看我的手是深入进去 陷进去 是吧 透过这个肉肉进去 你这个时候在里面按压一下 你是不是能摸到肌肉的纤维 你能摸到几块肌肉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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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是按压胸过的话,其实我就是压着他的骨头,这个他是很难受的,现在我在这里压的是哪呢,我的手在他的肋骨上,但记住这句话,决定你的手法做得好不好,我的手在他的肋骨上,按压胸小肌,但我没有压过他的肋骨,是什么意思,你在做的时候你是不要去感知,哎,他现在我按住,这块是肌肉,那你的力是怎么样的,你的力一个是, 有按压的,另外一个一定是有一点远离内骨的,否则你完全压在内骨上,你就会把别人内骨压得难受,我们这里不是要去压内骨,我们是去按压胸小肌,不要去压胸祸,只是作用于肌肉,手法,很轻柔,但是对方会非常的酸痛,你给别人按,别人也这个表情,不只是助教老是辛苦,其实他很享受,所以在这里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按压, 按压肋骨,非常容易按压肋骨,一定要去调整,进去之后,压住,这是给大家表演一下的表情,可以让他怎么样,呼吸,放松,这个位置很疼很疼很疼,但是我敢保证,压完之后,你的效果简直就是,哇,没法用语言表达, 如果这个人的斜方肌,有这种很高,而且不容易下去的话,你给他压完,一旦他肌肉有捏连,斜方肌的位置有捏连的话,那他整个斜方肌的那种疼痛,那种肌肉连在,粘在一起的那种刺骨的那种疼痛,就能够得到缓解, 所以这个手法,你们完全可以用去开单,它跟美容院的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手法,你肯定也去过美容院,你的学院也去过美容院,跟美容院的手法,完全不同,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让助教老师,躺在垫子上, 头躺在那边, 这边是左边是吧,那我调整一下摄像头啊,因为摄像头的这个位置, 不是特别好调整,那让助教老师调整吧,助教老师再换一个角度, 摄像头好像怎么调整, OK, 头躺在那边,啊,可以了,我把摄像头调好了, 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在躺着的这种状态下去演示一下, 这样你会发现,你们会可以看得比较轻,我就坐在它的头顶的位置, 如果是你的话,你要坐在哪, 坐在这儿啊,而且呢,如果是你和学员之间要怎么样, 把它这样放下来, 呃,一会儿结束之后,我会再给大家拍一个小视频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虽然你们也完全能够看得到, 但我还是想给你们拍得更清晰一点, 我要把它的手臂抬一点,因为这样你们才能看得更清晰, 我需要看,我用大拇指的位置, 深入进它的这个胸部,啊,胸部靠一叶窝的位置, 把它往上推一点,看到没有,往上推一点, 这里就会有个窝窝,我就进去了, 我进去了,这里面我就能够按压到这种肌肉的纤维, 有一棱一棱的这种感觉, 它就会非常的酸痛, 哇,很难受啊, 这是第二步啊,就是第二步呢, 大家做起来呢,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做第三步, 第三步的话就会难一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第二步做好, 那第二步做好,你看啊,我现在在做这里, 这里只需要按压12秒之后, 马上再换一个地方,就是往上走,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连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胸小鸡是连在会凸的这个位置, 对吧,所以我再往上走, 再按压12秒, 对方呢,要放松, 调整呼吸,啊, 甚至有的人会说,哎呀,太疼了,太疼了, 啊,受不了了,你要让它放松, 那按压了之后呢, 我会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继续再去找胸小鸡, 越往上, 越往上是不是越酸痛, 啊,因为越往上, 带长越多, 这里呢, 会堆积太多的情绪啊, OK, 12秒之后啊, 我们其实基本上把这个位置, 胸小鸡的位置, 已经按压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它要去找向哪里, 靠向左骨的位置, 我们是往上走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步啊, 让助教老师再做起来,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另外呢, 我也要说一下啊, 就是这跟, 这跟你线上线下也没有关系啊, 在线下的时候, 老师也不可能让40个学生都过来摸一下, 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需要你自己去找, 两两一组的这种练习, 去给你老公练啊, 给这个学员练啊, 是非常的重要的, 再看下一步, 再色眼, 我们说把下面的松到之后, 我刚才给大家说是这个, 夜窝的这个位置, 对吧, 夜窝的位置, 夜窝前面这个位置, 偏下面大概3到5厘米左右啊, 这个就是从这儿进去, 你把这上面的脊鞋肌肉啊, 胸脚肌全部松到之后呢, 我们松完之后, 就可以松到最上面的起点, 这是最重要的, 那先要找到胸锁关节, 如何去找到胸锁关节呢, 就是学员手臂上举, 手放在锁骨的位置, 顺着锁骨, 自己摸啊, 摸一下, 顺着锁骨向外, 这个我们之前要找到, 找过啊, 这就是胸锁关节, 有一个地方在动, 对不对, 这位置就是胸锁关节, 那胸锁关节的位置呢, 让大拇指啊, 从叶茫下方, 把这个肉肉往上面推, 推向胸锁关节, 看一下我的大拇指, 我的一个手, 我现在是一个手, 放在它胸锁关节, 你比如说你, 你现在要做, 对吧, 你让它的手啊, 大臂去动, 你摸到它的胸锁关节的位置在哪, 在这个位置, 你的食指和中指放在这里, 另外你的大拇指放在胸部侧面的这个位置, 从这往上推, 一直推到推进去, 有的呢, 就可以摸到会突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主要老师其实是非常的难受的, 如果你能够推进去的话, 那你就会进入的比较深, 这样的效果呢, 会非常的好, 如果是手法成熟了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做这一步, 就不需要说, 哎呀, 刚才我们做的, 哎呀, 我把这推一推, 把那推一推, 把下面这个位置推一推, 现在不需要, 你就直接从这个位置深入进去, 看往哪里推, 往上面推, 所以你的指甲必须剪掉, 往上面推, 这里会有什么, 每一个女性啊, 这里都有跟肩发现了没有, 那把这根筋呢, 你不要在这个筋上去划动, 你要从这个筋下面, 塞进去, 上去, 往上推, 一直推到会突的这个位置, 坐着的时候是不容易推到那里的, 但是躺着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推到那里的, 那这里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 就是有的人他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你看, 我刚才说要把这往上推上去, 对吧, 从这推上去, 进去, 但有的人他不是这样做的, 他会把, 他不能把胸大肌拨开啊, 他就在这按, 就直接在这按, 只是按压在这里, 那这样其实你根本是不可能推到这最上方的, 会突的, 所以你需要把这个地方, 塞进去手, 你看我的手在这里是在这儿, 但是其实我已经深入到了这个地方, 我的手已经向上伸到了这个地方, 知道吗, 就伸到了他锁骨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 两个这个中指和湿指要放在锁骨的位置, 另外一个大拇指在这个位置向上推呢, 因为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目标, 给了你的大拇指一个目标啊, 往上推, 推, 推, 一直推到锁骨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手法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大家做的时候要慢一点, 最多做三次就好了, 滑动的时候也就是12秒, 每个部位呢, 你比如说, 我现在在下面推了一推, 然后我往上走, 推一推, 我再往上走, 走推一推, 最多两次就差不多了, 最多三次, 两次一般就差不多了, 不能做得太久了, 学员会受不了的, 会很疼, 是吧, 但是效果会非常非常的棒啊, 这里呢, 很酸, 而且不是一般的酸啊, 有人说推进去好深, 能到锁骨啊, 大家也可以试着给自己做一下, 现在助教老师也可以试着给自己做一下, 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去做, 如果, 我这个什么想了一下, 吓我一跳, 大家可以尝试啊, 用另外一个手去做, 或者自己的这个手, 如果你的肩关节的活动度足够的话, 你自己就可以大拇指在这儿推着, 从这儿推进去, 推上去, 一直推到锁骨的位置, 然后按住那边, 你就会发现, 哇, 好疼啊, 那种疼啊, 很痛, 但是又很舒服, 而且这种疼呢, 你会发现, 就是有的人呢, 他在请, 看我们助教老师, 他的腿, 太动了, 因为他不这样的话, 他就受不了, 知道吗, 那这种情况做完之后, 因为效果特别好, 所以学员也愿意接受, 假设说你把别人弄得又特别疼, 又没有什么效果的话, 那别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以后再也不想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手法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做, 而是已经放到了第七百块的时候, 才交给大家, 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当你推, 你推的熟了以后, 你知道怎么样让对方可以既舒服又有效果, 同时他那个疼痛又能忍受,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手法去拍单, 那这里呢, 会有太多的情绪积累, 学员他不只是身体疼, 他心里也疼, 所以有的学员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就会哭, 给他一点纸巾, 让他去流泪, 如果你跟他关系很好的话, 或者说你在上课的时候, 那总是能够很好地照顾到他, 照顾到他, 然后让他又愿意在你面前打开的时候, 那他做这个练习, 他有可能会流泪的, 情绪呢, 很多都是积累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手法, 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助教老师做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站起身来, 你有什么感觉, 感觉这边轻松了很多, 他说感觉右边轻松了很多, 还有呢, 走一走, 现在还觉得疼吗, 现在都疼吗, 空气好像下去了很多, 很舒畅, 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右边的位置, 你会发现他整个耳朵到肩膀的距离变长了, 发现了没有, 同时他整个的肩膀就已经下去了, 而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手法, 也就是你把胸脚肌的位置, 是这个拉伸了, 那就把它松紧了, 松紧完之后, 他是不是该下去的就会下去, 该上来的就会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啊, 效果会非常的棒, 同时你看对比一下这两个手臂, 一个手臂呢, 还是内旋的, 另外一个手臂呢, 已经外旋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手法, 当然还需要做另外一层, 否则就会看着会比较的偏啊, 助教老师你看在这站了一会儿, 他已经有一点歪了, 歪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边, 他就会主动把这边降低, 然后来调整这边, 其实他刚开始站到这里,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这边是非常, 耳朵到这儿是非常长的, 这边是很短的, 所以两边都需要做啊, 才能够让对方去平衡, 这个说法非常重要啊, 有人说太明显了, 如果能够找到正确的位置的话, 是非常的酸胀的啊,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下一个啊, 靠墙的拉伸, 这里主要也拉的是, 胸小鸡和胸大鸡, 是一个主动的拉伸, 那在做这个拉伸的时候呢, 其实, 呃, 胸小鸡和胸大鸡, 都是能够拉到的啊, 一起拉到的, 我听见小鱼在那里叫, 因为我今天呢, 大家也可能也能看出来, 我会有一点, 着急啊, 因为今天要把小鱼带到的公司, 在家里没有人照顾他, 然后他爸爸在照顾他, 听见他在外面叫, 啊哈的叫啊, 他现在已经会说话了, OK, 脚往后一点, 让大家可以看清楚, 哎呦对, 所以就是, 如果你也有孩子的话, 你就会知道, 哎呀, 既要工作, 又要带孩子的这个, 当妈妈很伟大, 第一个就是右侧, 就是右侧靠墙, 因为我们是以右侧为例嘛, 对吧, 拉伸的是他的右侧, 他要右腿在前, 左腿在后, 双腿伸直, 不要曲奇伸直, 对, 伸直的状态, 前面脚再往后一点, 就是以最稳定的状态, 待在这里, 不需要分太大, 大概也就是, 一条腿的距离啊, 大概是一条腿的距离, 前后脚不需要对齐, 也就是刚好, 你看, 我这个脚往前迈一步的时候, 你说我会分这个迈到一起吗, 如果迈到一起, 又会怎么样, 很不稳定啊, 所以就刚好, 迈到了前面, 这样是最稳定的, 其实在腰椎里面, 我们也有教过啊, 大家可以让脚的位置向下推, 把地一直推到哪里, 推到骨盆的位置, 做到之后呢, 让右侧的这个大小臂乘90度, 走步呢, 抵住墙壁, 此时呢, 需要手去推着墙啊, 此时需要刻意地去外旋一下大臂, 外旋大臂, 让大臂去外旋, 走推住大臂外旋, 大家想一下, 走推住, 推住的时候, 大臂做外旋是怎么做的, 你不要去做一个很明显的, 其实很简单, 用意识, 精微的运动, 意识放在肩胛骨这里, 放到之后, 然后在这儿, 转一下, 这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 给监工召集症的人, 创造一定的空间, 如果你有监关键弹响的话, 对你帮助也是很大的, 你发现他的大臂, 有意识地做了外旋之后, 身体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侧面会有一点点往前打开, OK,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吗, 让右侧的侧类, 侧类是哪里吗, 其实就是这儿, 这就是侧类的位置, 或者说侧胸的位置, 主动向前推, 手指的位置要主动, 推住, 右侧向前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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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感觉吗, 可以分享一下, 说的, 大臂外侧, 右侧, 很酸, 很长的感觉, 胸, 胸脚肌, 胸大肌呢, 有拉心感, 在这个练习中, 其实三脚肌的前竖也会被转出来, 三脚肌的前竖会被转出来, 胸大肌和胸脚肌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很强的拉伸, 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但是它的细节呢, 也是同样的, 下半身要稳定, 还要怎么样, 肩胛骨要向下拉, 那大臂要外旋, 我们刚才讲的大臂外旋, 不是说我现在推住墙, 我外旋下, 我手都跑了, 对吧, 我的手要推住, 肩胛骨, 稳定住, 肱骨, 拉向关键膊稳定住, 然后在这里做一个外旋, 哦, 哇, 你会发现, 好酸胀, 甚至有的人胳膊, 胳膊的位置和胸部都会有发麻, 他的这种状态, 是正常的, 是吧, 你会感觉到, 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三角肌的前处会展开, 胸大肌, 胸脚肌会有一个拉伸, 练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胸, 保满了, 肩胛骨的位置怎么样, 是稳定的, 固定的, 所以这一刻所有该固定的地方固定, 该伸展的地方伸展很重要,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拉伸, 这个拉伸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 就是手臂向后45度, 这时候我们再做了一个什么, 向后45度, 不是向上啊, 向后向下45度, 也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去拉伸, 向后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个后身, 对吧, 因为向后伸了之后, 然后你再把肩胛骨固定住, 再把这个侧面转出来, 感觉是不是就会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做一下啊, 肩胛骨向下沉, 肩骨拉回关节窝, 头向后靠, 这些要点大家都记住了, 每一节课都是一样的, 肩胛骨沉, 手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对方也不容易沉下来, 手放在这个位置啊, 放松, 向下沉, 再沉一点, 漂亮啊, 非常棒, 做得特别好, 夸奖啊, 你一定要夸奖你的学员, 做到之后呢, 手推住墙, 有意识的, 把侧面的肋骨, 侧肋的位置, 往前推, 往前往外, 前和外是哪, 面部的方向, 外是哪, 他现在做的是右边, 那是不是要往左边的位置推, 尤其注意在这里, 腰的位置怎么样, 不能带长, 那我们做了一个双腿伸直的练习, 就会防止腰不带长, 你会发现, 如果屈膝的状态下, 有的人就会容易腰疼, 但是伸直的这种情况啊, 是不容易腰疼的, 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 腰的位置会很稳定, 这个练习呢, 对大家的帮助会非常的大, 有人说做完之后, 马上右边比左边低了, OK, 也是做12秒, 并且呢, 可以做多次, 三次就OK, 一起来看一下, 主角老师啊, 大家也有跟着一起做, 对吧,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在课前评估的这个部分, 现在在课后, 进行一个评估, 肩内扣, 可以看一下, 它整个肩头的这个位置, 手放下来, 手放下来, 这里有个带子, 你会发现这个位置, 站过来, 这个位置现在出来了, 你没有发现, 这个位置现在出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位置在里面呢, 在里面夹着呢, 对吧, 现在这个位置, 完全展开了, 出来了, 斜方肌高的这种情况, 可以看一下, 他自己很想看, 是吧, 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头回症, 他自己非常想看, 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状态, 同时呢, 更挺拔了, 能感觉到吗, 自己能感觉到更挺拔了, 沿他的脖子是不是回来了, 他本来是紧前身的, 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啊, 还是有一些,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呢, 紧前身也回来了啊, 驼背, 跑了很多, 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背, 背部很挺拔, 肩部的将紧呢, 肩周炎的这些状态, 我们来换一下, 感觉如果你刚才课前说, 你是三分, 现在你觉得是几分, 没有的啊, 没有的, 尤其是做完之后, 你就是这个, 斜方肌这个位置以前特别紧, 就紧到崩到你的神经, 然后拉到你的这个耳朵, 这个两边都偏头痛的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就调整了, 没有了啊, 所以这样的帮助很大, 你说, 眼睛特别明亮, 啊, 他说感觉眼睛特别明亮, 同时呢, 看一下背部的这个扑线, 就现在好了啊, 但是他还是习惯, 把手放在前面, 就像我们都习惯是, 把手, 就是这样, 做一点点内全啊, 他就会, 容易就这样, 这是一种习惯模式啊, 那你要告诉学员, 要让他去调整自己的肢体语言, 往往越喜欢这样的人, 代表越不自信, 哈哈, 我们会发现在练习前啊, 就是透过他的身体, 去看他内心隐藏的秘密, 你会发现在上课之前呢, 他还没有亮, 但是上完课之后呢, 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其实挺滑的, 那挺滑之后, 他马上有一个肢体语言是什么, 就这样, 就这样, 而且这种肢体语言, 他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样, 有的人他是这样, 自大, 他是这样, 代表什么, 其实代表他, 一个他很不习惯, 第二个, 其实他的内心很不自信, 当他的身体有一种展开的状态的时候, 他需要立马再收你, 明白吗, 这你会发现一个人为什么, 肩背不停吧, 因为很多的压力, 或者说是不自信内心的自卑导致, 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啊, 大部分人, 有的是因为压力, 有的是因为不自信, 有的是因为自卑, 这三点大家可以去对照, 但我告诉啊, 你不要告诉你的学员你说, 哎, 你是不是自卑啊, 他不会承认的, 聪明一点, 千万不要这样说, 你就告诉他, 来让他去展开一点, 这样代表他是不是还没有打开, 就他的心没有打开, 他的身体打开了, 这个时候他就想要自卑, 就这样, 明白吗, 那你就要告诉他, 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于他自己的一个调整很重要, 因为在兼顾这里啊, 你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对方的心理状态, 动作其实说实话, 有没有效果, 我们刚才看到效果很大, 但如果对方的内心的状态, 不自信的话, 或者说压力很大, 这种状态下, 没有办法调整的话, 他很快就会回去, 会非常的快, 一起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内容, 其实后面的内容就会, 相对来说就是, 其实还是我对大家的一些叮嘱, 因为我发现大家呢, 其实在实操的时候, 这种积极性不是特别的强, 但其实我每一次看你们作业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都做得特别棒, 但有一些人呢, 他还是不实操, 不做作业, 我希望大家放手去接私教, 一定要自信, 我现在很多人其实对我们的课程, 也非常的自信, 对吧, 只要老师交给你的啊, 我蔡老师, 杨先生老师, 不管谁交给你的, 你能够做到的话,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能做到, 那你已经打败了80%的瑜伽馆, 因为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太重要了, 我其实去了很多的瑜伽馆, 去看他们的情况, 他们都没有这么严格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我会告诉大家, 你要拍照, 对不对, 你要先评估, 做完一个动作之后, 你要再看一下, 你要跟对方去沟通, 你要去观察, 你要透过他的外在, 去看他的内在等等, 我们这个课程中, 所有所传递出来的东西,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那你简直太厉害了, 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你真的是会有很大的损失, 而且目前市面上, 能够这样去做的瑜伽老师, 真的很少很少, 有的直接就是说, 我伍杰克再给你拍一个前后对比图吧,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并没有一节课就当场见效的一个自信, 为什么没有这个自信, 因为他实践没有做到位, 如果还有就是说, 他对于里面的东西不是特别的清晰, 如果你每一节课, 你都知道可以有这个效果, 并且你每一堂课都给客户一个前后对比图, 他来试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到他, 那么你一定可以非常快的成交, 所以一定不能随意, 随意就会让你失去你的客户, 也失去帮助他人的机会, 那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流程, 方案一呢就是警, 我这一节课换了一下, 没有完全给你梳理那个方案, 杨老师和蔡老师都会给你们梳理的, 来看一下警部的这个问题, 警追问题的, 我们涉及的所有的流程都可以做, 你也可以去掉尖的部分, 就要假设说这个人没有尖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不给他做尖, 但是大家也会发现, 颈椎有问题的人, 尖一般也都有问题, 对吧, 所以你是可以按顺序完全去做的, 那如果是有尖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有尖周炎, 你需要给他怎么做呢, 评估是不是得做, 松节要不要做, 松节其实我们会松到颈部的肌肉, 肩部的肌肉会防止肩颈的带肠, 对于呼吸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吧, 那还有呢, 呼吸要做, 这块前后的顺序掉一下, 呼吸要做, 热身要做, 那胸椎呢, 其实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就是尖周炎的人, 手臂如果抬不起来做什么, 就做这个, 就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那还有做尖周活化, 背肌要做, 拉伸也要做, 就这节课的拉伸, 可以不做颈部牵引的练习, 因为它是有肩的问题嘛, 但如果你实践了, 你也知道, 这个很多人他肩有问题, 他颈部肯定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就是他颈部呢, 人人其实都会有一些问题, 这节课的作业呢, 也是群内写理论链接, 然后内容打卡, 必须在第八板块上课前交上来, 才能参与计分, 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去做作业, 同时呢,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答疑的时间, 大家把自己的问题发在答疑那个课程里面, 就是下一节课里面, 这样以方便其他学员去看回放, 大家都在反馈自己的效果啊, 没做之前, 左肩有内在沙子的声音, 做完左肩的绕间声音小了, 好棒, 是的, 有人说对着镜子能看到, 右边薄了, 用手都能摸出来, 背也薄了, 哇, 好棒啊, 一直做的自己右肩高, 做完之后右肩比左边低了, OK, 我们接下来呢, 很快就进入到答疑的部分, 好吗, 拜拜。